欢迎收看小高 最近在前往中国澳门的时候 全红禅受到了中国澳门大学的校长盛情邀请 希望全红禅毕业之后可以前往澳门大学上学 并且承诺会给全红禅全额的奖学金 而当校长询问全红禅是否愿意前来 全红禅也连连点头 表示自己肯定愿意前往 而这样的事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不少人都很羡慕全红禅能够拿到澳门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但从客观角度来看 全红禅还真的不一定会选择澳门大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澳门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诱惑并不是很高 即使全红禅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也不过折合人民币不到两万块 这对全红禅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心动的金额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 全红禅作为两届的奥运冠军 本身就有很多大学向他抛出橄榄枝 他是有自主选择权的 如果真让他自己选择 澳门大学不管是奖学金还是世界排名 或者是其他因素上 都跟其他的可选择大学相比并不占优势 从距离来看 虽然全红禅更多的会以网课为主 但他偶尔还是要回到学校上课的 所以距离将会是全红禅考量的重要标准 从这一点来看 离北京比较近的北体大才是最好的选择 再加上北体大最近对奥运会冠军的招募力度增加了不少 这让全红禅选择北体大的可能性提升了很多 如果全红禅不想太麻烦 选择北体大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不考虑距离问题 那么全红禅也很有可能会考虑广东境内比较有名的大学 像中山大学就很有可能成为全红禅的选择 毕竟作为新广州人 全红禅以后势必会在广东境内扎根 不管是转型做教练 还是进行其他的安置工作 全红禅都肯定需要一所广东境内备受认可的大学学历 而中山大学无论是从学历上还是知名度上都遥遥领先 也是全红禅难以拒绝的大学之一 如果从奖学金方面来看 香港大学也很有可能会是全红禅的选择之一 要知道 在霍启刚和郭晶晶都十分重视体育发展和推广的当下 香港方面对于奥运会人才也是格外重视 如果全红禅愿意考虑香港的大学 那么霍启刚和郭晶晶也会想办法劝说全红禅选择香港大学 毕竟不管是奖学金还是世界排名 香港大学都是名列前茅的 而全红禅如果选择了香港大学就读 对于香港体育而言也是一次有力的宣传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香港大学也会跟澳门大学一样 盛情邀请全红禅选择香港大学就读 以上这三个大学都比澳门大学有更多的优势 虽然澳门大学表态可以给全红禅全额奖学金 但光是靠这个就想要吸引奥运冠军就读 还远远不够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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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